主席 主席 國務員同仁與會 這個 曾主委 吳次長還有各 各單位列席的官員 是不是請那個曾主委 請曾主委 王陽好 主委 主委 我想針對股市 這個揚升荒案 那媒體曾經報導說 股市成交量 這個估計會增加一成 那請問 對於股市成交量 的增加 你是不是有百分之百認為說 有把握 跟委員報告這整個揚升荒案的 重要目的啊 因為其實我們整個資本市場 從民國五十年增加所成立 已經 六十多已經 將近六十年左右 那其實很多的 過去一點點滴滴的開放 那覺得我們認為 我們相關的制度必須進一步 充分接軌啦 那我相信 讓他跟國際接軌 讓他的整個更透明更有效率之後 基本上 各方的資金會進來 那資金進來之後 我相信交量也好 對價對量都有幫助 那個主委啊 我想營造效率市場 效能證券商 以及啊 幾項操作限制放寬 請問 呃這個這些人 呃為的推升做法 在彭總裁啊 他所說的 新平庸經濟的 結構下 齁 你認為 刺激 推升的 是不是會 呃 認為會不會大打折扣 呃 跟委員報告 呃 兩個部分啦 有關資金的部分 國內的資金 截至目前為止 非常的充裕 這第一點 那海外的資金 也持續的進來 到最新的資料 到上個禮拜五為止 就要有1985億美元的外資 所以基本上 資金的動能相當充裕 沒有問題 是 主委啊 股市成交量量能問題 呃 這個大盤價錢指數 希望 能夠拼上萬點 都是這幾年啊 呃 非常熱門的話題 那請問這幾年 多了 幾百家的上市 上櫃的公司 為什麼 成交量 呃 沒有增加 這到底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呃 前一陣子是有 呃 比如說前年的 這個交易量是 九百六十四億 九百六十四億 但去年 呃 謝謝 呃 呃 能夠充分 跟世界接軌 量 我相信會適度的增加 主委啊 是 我想過去股市還沒有超過一千家的 以上的 上市公司啊 成交量 齁 加權指數 都能夠 呃 上千億上萬點 齁 那到底 呃 到最後 呃 一千 差不多一千五 將近一千五百家 那現在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是主管機關介入 還是 投資人 呃 整個結構改變 齁 或者是 投資人的心態 因您看呢 呃 跟委員報告 過去的散戶 曾經高達百分之八十 現在最新的統一資料 散戶降到百分之六十 這第一點說明 第二點 現在整個 呃 呃 加成指數 呃九千六 左右了 所以一般散戶 其實會 呃 呃 處在認為現在是高檔 所以散戶比較沒有進來的情況 我想 這一部分會影響 叫 交易量 那你認為 呃 九千六 以散戶的心態 他認為是高檔 那站在金管會的立場 因為去去年我們的經濟成長率有 百分之三點七一 今年三點 預估三點七八 經濟狀況還算不錯 齁 那你認為 是不是應該要上萬點 呃 跟委員報告 呃 會不會上萬點 基本上是 呃 教育市場的機制 不過要跟您報告 第一點是有力面的部分 今年主機總處的預估 總體經濟面是三點七八 對啊 相當不錯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整個上市上櫃的基本面 基本面相當好 呃 那第三個就是其實 呃 剛剛也提到了 資金面也相當充裕啦 那其實具備這些條件 依主委您看 應該 這個 條件都很好 那你對上萬點有沒有信心 跟委員報告 其實 股市 有剛剛講了三個優勢 但是有一個不確定因素 就是 其實 呃 整個散戶 也比較 注意的是怕 美國升息 當美國升息之後呢 很多的亞洲資金 會 回到 美國去 所以這個也是 目前股市 不確定的因素之一 那個主委啊 是 因為投資加速增加 那成交量 反而減少 請問金款會 是不是應該重新 來檢討這些 上市上櫃公司的數量 以免啊 呃 發生有一些不肖的公司 在合法平台 來吸金借款 齁 最後 掏空股款 留下 這個很多股民去買的那些 呃這個 壁紙啊 爛攤子給投資人 你認為 有沒有必要 啊 非常有不必要 那金款會朝這個方向 有關 上市上櫃的部分 現在有一套 非常完整的監視機制 那假設有異常 我們會進一步 追查 追查 他資金的流向 那 有必要 假設確認後 一定移送法辦 會配合檢調來查 強力查氣 主委啊 因為現在齁 有時候將近一千五百家的上市櫃公司 但是齁 這個雞蛋水餃股啊 一年成交量平均啊 一天 有幾十幾百張 這個 只有幾十張幾百張 像這樣的狀況其實 金管會 這個難道 應該是很清楚吧 是 那你認為這些公司 有可能發放股力 有可能 發放股息 以及 有可能對員工來加薪嗎 有一部分其實 他的交易量 跟他的營收 其實不一定有相同的 高度的相關 有一些是因為他 他在外面的 主要是被 法人持有 或者是交易量比較小 那有一次 其實他交易比較少的公司 其中 有一些其實 公司 其實還相當健全 相當不錯 主委啊 事實上 目前整個股市量能 組成 以過去啊 十年 二十年前 並不一樣 不論是 整個操作的區塊啊 操作人 這個 心理狀態 等等 我想 都有 程度上不等的變化 再加上 目前啊 並不是國內外經濟的 起飛 起飛期 所以說 請問 換寬 這個 脹跌的弧度啊 會不會 讓僅存的 這些散戶面臨啊 這個 人為的 刀主 我為魚肉 人為刀主 我為魚肉 這種窘境會不會 跟委員報告 換寬 成為百分之十 其實散戶跟法人 就處在 同樣的交易基礎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換寬到百分之之後 假設 主力 要炒作 其實更不容易 那第三點 其實 國外 先進的國家 根本都沒有限制 連馬來西亞 跟泰國 都 漲鐵肚 都百分之三十 連大陸都百分之十 所以說 主委 你認為說 未來整個 這個 如果 實施的話 那 財力 不夠 抗壓性不足的 這些產物 在融資戶維持 利率 換寬的 制度下 會不會 造成加速的 這些 破產的危機 因您看 跟委員報告 我們也有配套 比如說 整副的 擔保維持率 我們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 等等 而且會加量宣導 基本上 我們有配套 謝謝 主委啊 其實事實上 金管會的股市揚升方案 理論上是可以幫助股市 只是 在目前股市 這個 成交 成交量的結構 也像台灣的這個 貧戶 這個 差距的狀況一樣 呈現金字塔 那也就是說 過去的 中產階級 有人耐 買股票 賺小財的 現在的中產階級 其實是萎縮的 那請問 為了三餐溫飽 都要熱情褲帶了 那請問你認為這些人 有人力去買股票嗎 依依您看 公委員報告 資本市場是提供一個 透明的交易制度 比如說讓那企業 可以來這裡投資 讓整個企業 可以蓬勃發展 這第一點 第二點 讓他假設有要投資的話 讓他成為 建構成為一個 有效率的 一個交易的市場 也可以獲取他 應該有的利潤 那另外其實 假設這企業 蓬勃發展 投資之後 他可以 獲利以後 也可以回饋員工 其實可以創造 比較好的一個 經濟成長的結果 你認為到底這個 換寬融資 活絡交易 次期股市量能 對賞戶是利益的 很多還是殘忍 相關的券商 這些風險 會不會相對的也提升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些 換寬有個前提 就是證件商 必須做好 風險控管的潛力之下 才會准他做相關業務 其實也會已經兼顧到 證件商的風險 那即使我們的採行 相關配套 也會讓所有投資者 再適度的風險 情況 來投資相關的金融產品 本期不是反對 只不過是要推以前 這些配套的措施 一定要很周全 不要實施以後 變成很多散戶好像被坑殺一樣 到最後他就是宣布破產 我想這些問題等等 金管會都要去重視 以上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二位